這個MySeqo裡面的觀念 反正就跟其他的資料庫一樣 不外物是什麼 建立資料庫 因為你要有個資料庫 你才可以放資料表 那有資料表呢 你才可以放幾個欄位 那欄位裡面又牽涉到你要放什麼資料 所以你要給一個資料型態 那資料型態一般性最常用的不外物就是什麼 數字嘛 那數字裡面有沒有小數點 有沒有 那如果有小數點跟沒小數點 你要給不同的那個資料型態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文字 那文字的話呢 是長度多少 或者是非常大的一個文字 怎麼放 反正不外乎就是數字文字 再來是什麼 再來是日期嘛 日期裡面還分成有沒有時間嘛 那一般性如果說 你那個用的資料型態也不要太特殊啦 不然的話你要跟其他的那個資料庫做轉檔的時候會發生問題 就用一般性的 反正就用大概這幾種 那這幾種的話 你要怎麼了解 不外乎其實這個地方喔 其實在我們大概就是資料庫建好了 那特別是喔 我比較擔心的應該是大家同學喔 可能對那個 PHV My Admin 比較不熟 那特別是怎麼建立喔 不外乎就是點擊資料庫有沒有 再建立一個資料庫 給他一個 哪一種編碼方式按建立 建立完之後喔 你記得喔 還要點擊他 點擊他在左邊有沒有 記得點 比如說點TEST 或點TEST2一下 這邊就會出現建立資料表 你在建立資料表 建立幾欄 看你欄書要幾欄 你就給幾欄 我這邊預測是四欄 那這邊的話 假設是四欄 ABCD 給資料型態 給多少長度 有沒有預設值 好 那這樣的話呢 大概就是三個階段 資料庫資料表欄位 就設定完了 那其實這個觀念喔 不是說只有在那個 買seql啦 你任何資料庫都一樣 反正差不多的概念 那只是說 不同的資料庫的那個 設定的位置不太一樣 但是觀念都一致嘛 你也不用死背 反正就是這樣子 那可能比較特殊 特殊就是說 有一些資料型態 那你要怎麼去了解 那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在雲端講義 在我們那個雲端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在第幾章呢 第12章這個簡報裡面 大概一個基本觀念 稍微了解一下 關於資料庫 這裡面的話 應該不是重點 反正就是要把資料 放在網路上面嘛 那當然目前用最多的 大概就買seql之類的 那這邊的話 當然不外乎就是這些方法 那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可以放在mysql裡面 那它的特色 我想自己看一下 主要是 它跟SS最大不一樣是說 SS只能local端用 那如果你要放在網路上怎麼辦 就掛了就麻煩了 像早期的話 可能就配合ASP吧 ASP的話也是可以串它了 然後去放在server上面 那PHP的話 通常是配合mysql 所以如果它跟SS比起來的話 它會更適合 用在就是網際網路上面 另外 它們兩者之間的差異就是說 mysql它可以大量的 這個 比如說你同時 幾千幾萬個人存取 如果你做個試驗 SS可能有時候會卡住很卡一段 而且蠻卡的 但是買seql它就比較沒這個問題 雖然說它幾乎是沒有什麼費用問題 但是它的效能各方面 也不遜色於那個付費的那種資料庫 所以它已經出來非常久的時間了 也還廣泛的被使用 不過聽說 它慢慢的好像也被 某一些大的財團 資料庫公司給收購了 所以也許將來會有一些 它好像現在有一些 免費的那個形態 但是也有另外有需要付費的那種 資料庫的形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再去了解一下 那其他的話 像資料庫的資源級 語言線 那這個地方的話 當然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管理工具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PHP My Admin這個 那早期是沒有這個啦 沒有這個的話 話說真的要管理買SQL 真的是一個很麻煩的事情 你必須全部都用SQL指令 那真的是蠻困難的事情 那這個PHP My Admin 實際上就早期是要額外安裝的 也就是說呢 你們在開啟 因為我們SAMP這個資料庫 其實它已經全部都已經幫我們把它包進來 所以各位可以在這個哪裡呢 在我們SAMP的資料夾裡面 這個是我們資料夾裡面 會看到有個PHP My Admin 有沒有 那因為現在全部都打包好了 不過早期 早期那個我好像講過啦 你要加APACH 加APACH 還要自己去下載那個PHP 還要自己去下載 PHP My Admin 還要自己去下載 買SQL 還要自己再下載什麼什麼 哇 掛好多喔 光要把那個環境弄起來 哇 它真的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說有這個東西真的太幸福了 有沒有 打開來有沒有 安免安裝 按下去setup 全部都弄好了 對不對 以前沒有那麼方便 好 所以現在這個已經算是簡單多了 那也就是說 透過它 它其實有點像一個資料夾 裡面的話 該有的東西都有 那裡面的話 它這個 嗯什麼 從4.1版本之後支援UTF8 後來的話 幾乎 在撰寫資料庫 通常的幾乎都用UTF8比較多了 那這個我想相關的東西 請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那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BigFi 跟Unicode的問題 所以我搶過了 以後如果說 你在設計網頁 還有存取資料 資料庫的東西 乾脆就全部用這個UTF8就好了 可是喔 現在有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在微軟的環境下 Windows環境下 比如說Excel Word PowerPoint 存起來了 它還是BigFi 所以喔 傳上去 糟糕 全部都變亂嘛 怎麼辦 其實我也找過網路了 網路上還沒有講得特別清楚的 我等一下會教各位一個方法 如何把那個Excel裡面的資料 快速的傳到那個Server上去 然後呢 很快的就可以變成你PHP裡面的一部分資料了 Excel直通到MySQL 我想這個應該是蠻多人想要了解的 而且這部分應該算是很實用的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用Excel Excel 怎麼樣把它放到雲端的資料庫裡面去 以後的話呢 前端 可以是網頁 當然也可以是Excel 也可以是手機 那這樣的話呢 這個 它的那個空間其實就非常的大 可是有個問題啊 就是 也是一樣我剛剛講的 微軟 預設的就是BigFi 那你要怎麼樣 把它轉成UT了吧 而且你在另存 Excel裡面 另存新檔裡面喔 它還沒讓你學語系耶 它就預設語系 就直接是BigFi 你連改都不能改 它有這個新的功能嗎 也沒有啊 所以喔 如果你只是用它預設的功能 那你就會卡住了 不過等一下會跟各位講怎麼做 那你記得就是會有這個差異就OK了 其他的話還有像 怎麼樣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 那比如說我們剛剛是利用一個TES 當然你也可以再建一個什麼 Class 然後呢 並新增一個新的資料庫叫Class 資料表叫Students 那裡面有哪些欄位呢 可能包含它的什麼學號姓名 電話地址等等的這些欄位 那你就可以一個個建 那之後再把資料怎麼樣傳上去 那再來的話 了解一些什麼資料型態 這個資料型態裡面的話 包含幾個啦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裡面就是說 如果你今天 需要用的是什麼 用的是數值的部分 數值的 就是數字啦 有沒有小數點 你可以看這邊 那有一個byte 那有一個byte 兩個byte 三個byte 四個byte 還有八個byte 那flow的話也有分成 這個特別注意 如果你今天沒有小數點的 請你用上面的 如果有小數點的 請你用下面的 那用哪一個會比較好呢 其實跟各位建議啦 如果你初學者 你乾脆用最大的 為什麼 沒事 因為很大嘛 怎麼放都對 你千萬不要取巧 你用最小的 像那個什麼 你如果用這個 結果你放個資料 放這個 假設超過127 放128的話就掛掉了 因為它最大 只能放128 那當然如果你選最大那個 那當然也不要太大啦 大概其實我覺得 INT就已經很夠了 這個大概是正負 多少 21億耶 夠不夠 你看夠了吧 如果還不夠的話 你在用什麼 bigINT 不過bigINT 有點過分啦 你有那麼大的數字嘛 又不是 計算到那個外太空去了 對 所以 用INT已經綽綽有餘了 那你說 會有什麼差別呢 有啦 就浪費一點空間吧 不過現在硬碟都那麼大了 說真的 也沒什麼 而且 MySQL現在資料工作很厲害了 它會自動幫你去壓縮 也說它自動幫你調整空間 你沒用到 它會幫你把它收起來 其實你乾脆用大一點 不就好了 跑起來會不會比較慢 會啦 會賣一點點 可是賣多少 可能萬分之一秒吧 一般使用者有什麼感覺 沒有 除非你是用那個 像什麼淘寶網 那個淘寶網 每次存取 都是億次計算的 因為它們人多嘛 對不對 那時候你可能資料庫 要最佳化到一個不行 你不能浪費一點點空間啊 不然的話存取速度會賣一些些 像以前我有朋友是在人力銀行 他們就是一定 因為人力銀行的資料非常多 所以它就一定要計算到很精確的 不然的話那個 你每次查詢讓人家等 多一點點時間 人家就會感覺不舒服了 所以那如果不是的話 如果你的查詢 只是幾隻小貓 那你用什麼 有什麼關係呢 誰會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前提 你千萬不要一直鑽扭腳尖 很多人說 老師那個 我該用哪一個好 你乾脆用最大的好了 反正浪費一點空間 而且你又不是那種 那麼多人使用的環境下 下面的話是有小數點 上面是沒有小數點 就這樣而已 那至於你挑哪一個 其實都不是太大的關係 當然如果你嚴格講起來 一般的書裡面是要你 挑那個最精確那個 OK 那另外還有什麼 如果是文字類的 比如說像學生的姓名 弟子 那就是可以用這些 比如說像 chia 跟vachia 一般的話用vachia比較多 最多的話是 255個by字 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放幾個字呢 一個字幾個by字 以前是 以前英文是 英文是一個by字 中文是兩個by字 不過unicode之後的話 一律都是兩個by字 那unicode8的話呢 也是都兩個by字 所以最多就是幾個字呢 127個字 但是如果你用utf16的話 它是四個by字 一個字 所以你看unicode越大 它的空間放越多 可是越佔空間 越浪費越多嘛 所以這個unicode8 大概你就算一下 所以如果說你那個字呢 會超過127個字的話 那你就不適合用vachia了 你就要用更大的 那更大的就往下啦 自己去找啦 反正哪一個 那越下面的差別就效率越差啦 OK就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就不需要太鑽牛角尖 那另外跟各位建議 你也不要用太特殊的 像有一些 什麼 比如SECOS Oracle都沒有的 你要轉檔 你會發生問題了 所以最好是用 比如說常用像vachia 像test 這種 那你不要去用那什麼 什麼block 這個block 這個什麼 block 這個我倒是沒有用過 所以如果比較 到一般其他資料庫沒有的 你就不要用了 因為用了之後呢 像以前我們有用到類似 就是可能這個資料庫有 另外一個資料庫沒有 那用了轉檔 哇 就完蛋了 所以變成你要多一個步驟 先把那個東西先改了之後 再轉進去 那就頭痛 OK 所以盡量不要用太特殊的 那其他還有什麼呢 日期 那日期我講過了 就不外乎就是有日期 有沒有加時間 那如果你有時間 你就用day time 如果沒時間 你就用day 那差別是說 用的空間大小 OK 那這我想各位自己在了解一下 應該也這不是很複雜哦 然後還有比較特殊的像這個 這有點像 這什麼 這個這個東西就盡量少用了 它有點像一個陣列 可以幫你放一個陣列 叫e e number 這個類似像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很多選項 也就是讓資料庫裡面放一個陣列 不過這個概念其實也蠻好的 但是 我看到有蠻多人在用的 但是這個東西要慎用 因為到時候 你要轉檔的時候 就容易發生問題 如果對應的資料庫沒有這個東西 那你就變成你要再自己寫個程式 自己再去轉換 那麻煩就會多多了 OK 還有什麼set 這個也比較少用 其他的話還有像這些 這個我想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重要的欄位屬性 可能比較會常用像自動編號 auto increment 這個 哇 好像也不是每一個資料庫都有這個 所以auto increment就是編號 比如說你今天insert 那你不要去管說 到底它編到幾號 那你可以用auto increment 比如說一號二號三號 它自己來幫你編 那這個好處當然是自動編號 可是缺點就是 可能也是其他資料庫沒有的話 那會有發生問題 你可能要先把它轉成 可能那個數值 然後再來轉換 OK 大概會有這些 那其他類似像這樣子 比如說 等一下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等一下也可以try一下 就是一個class資料庫 底下放一個students 然後呢就新增這些欄位名稱 那練習的話 你也不用放那麼多 就是名稱是這個 這邊有個名稱 這個名稱是給你自己看的 藍位名稱才是真實的名稱 那底下的話會有這些資料形態 那屬性的話 這個一定要填 Num的話特別注意 就是是否允許空白 一般的話 座號一定是不允許 姓名 假設你不允許的話 那就這個地方一定要否 那否的話 假如他insert into資料的時候 如果那個地方空白了 那他就沒有辦法正確的寫入資料 這個我想跟其他一個人就註解了 這個是主key OK那這個地方是一個額外的練習 各位可以再花一點時間 那另外的話 再來就要新增資料 如果要把這個東西新增 直接利用 PHP買的命 加上去 恐怕不太人道 我試過 這很不方便 他可以直接在上面填資料 就跟你在Excel一樣 就一格一格一格 然後一直填 但是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一般的話 還是會藉由什麼 藉由那個像PHP的介面 寫個表單 然後這個表單的話 對應到指定的欄位 然後幫你insert 就一筆一筆一筆進去 大概會有這些概念 那新增進來的話 你會發現 就有這些資料進來了 然後在瀏覽 你可以透過瀏覽 就可以瀏覽裡面的資料了 可以編輯可以刪除 其他的話還有備份還原 這個我想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以我們這一題 比如說我們在 以那個第202題這邊 那他已經給我們一些資料了 他這個資料 是放在哪裡呢 叫做library.seql 這邊的話它是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seql檔 那這個比較特殊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把他的資料庫 轉到我們的 myseql裡面的話 其實可以藉由什麼 藉由myseql裡面的一個功能 就是叫seql 直接怎麼樣呢 把seql語法貼上去 也可以來執行 那這邊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一樣開啟那個 那個我們的 這個 20 202這個 那你把202這底下 打開來 你會發現喔 他這邊多了一個東西 叫做library.seql 那一般喔 如果說將來我們要轉移資料庫的時候 轉移資料庫裡面的資料 一般呢 也會 會出一個seql檔 那這個seql檔的話 如果你要在另外一個seql上 建立對應的資料庫的話 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把它打開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裡面的話呢 當然喔 dashdash這個符號 前面都是註解 最重要的就是從這邊開始 他會幫我們怎麼樣 create一個table 名稱叫做book 他的欄位分成123456 六個欄位 那primate key 主key的話就是id 裡面不是有這些嗎 這個是數值 varcha 再來的話 他會自動幫我新增 insert into 到這個資料表裡面呢 建立這些東西 那我要怎麼樣建立一個資料庫 這裡我想各位先稍微了解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如何利用那個seql語法 快速的幫你轉移資料 到那個我們的那個server上去 那剛剛的部分的話請各位 再稍微了解一下那個 剛剛的這個部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的那個部分 我是把它放在講義 講義裡面的那個 講義簡報裡面的第12章 第12章部分 所講的那個方法 建立那個class 裡面有student資料 class資料庫 裡面有student資料表 然後有那些欄位 並且試著 因為你建立一個欄位之後 在瀏覽它可以讓你去填資料 你可以試著填幾筆資料 好